哈喽大家好我是宇文鸭 最近不是圣诞节吗 然后我就刷到了罗森出了点圣诞节的新品 今天早上刚醒就立刻在小程序上订购了 谁懂啊 离开杭州最想念的那一口居然是便利店 然后罗森离我朋友家吧 说远也不远 说近呢也不近 走路呢要二十多分钟 但是呢地铁又不太方便 所以咱们呢就用我认为短距离内 最方便也是我最爱的交通工具电动车 这个呢是雅迪贯能3S9 Max 刚从地下车库拉出来的 已经充了一些电了 它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实时电量 充电的时候还可以防止过充保护电池 它这个用到的电池呢 是TT发碳纤维2.0离电 续航很厉害 充一次电就可以跑一周 我最喜欢的功能呢 是它手机上可以蓝牙解锁 而且APP里面还有特别多的功能 对于我这种经常忘记带钥匙的人 真的非常的友好 雅迪贯能3S9超长续航 轻松200公里 那就让我们出发吧 特别方便就骑7分钟就到了 贼快 罗伞罗伞 小兰匡 我们在终于冬天了 来试试那个茶泡饭 我只剩下两个饭团了 拿这个吧 这里有一个新商品 桂花酒酿风味慕斯蛋糕 虽然有很多饮料在打折 我还是用最经典的这个无糖的乌龙茶吧 给我一个海带 然后一个腐带 这是鱼豆腐 这里面特别暖和 而且刚才我发现 雅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离车2到15分钟 他就会自动切断电源 我之前真的有好几次 骑电瓶车的时候都忘了拔钥匙 这种自动休眠就特别赞 我们先把这个关东煮吃一些 这芝士鱼豆腐怎么这么好吃 关东煮串拿出来 这个饭团就有一种一举两得 他们还会额外拿一个糖心蛋 倒入茶 这样吧 把饭团捣碎 怎么看起来不是很好吃呢 为了卖相 赶紧把关东煮加进去 好像好了点 但还是挺奇怪的 自己做的哭着也要吃完 这种淡淡的茶的香味 这里面空调太足了 超爽 烧至 把下面的饭团挖出来看看 看糖心蛋 这个芝士鱼豆腐里面咬进去 满满都是奶香 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吃鱼豆腐的人 但是这个芝士鱼豆腐 我要把它列入我的关东煮 必买清单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汤上 飘着好多白白的东西 有什么来自饭团里的东西 被我加热住了吗 鱼子福蛋 你们关东煮的必吃是什么 其实主要这次来罗森是想吃 这里圣诞节的新品小蛋糕 他们还有大蛋糕 但是那个大蛋糕我怕吃不完 还是两个小蛋糕 那就先来吃这个 圆无曲黑巧蛋糕 这样子一个是29块9 好浓的巧克力的味道 这个巧克力紧张的都冒汗了 上面呢还有蓝莓和草莓 好吃 你永远可以相信罗森的甜品 特别浓的黑巧的味道 但是呢又没有那么苦 上面的水果确实很酸啊 跟下面的那种蛋糕体一融合 就刚刚好又可以中和掉酸味 然后又可以中和掉奶油的腻味 毕竟是巧克力嘛 大家懂的都懂了 单吃一下这个奶油 这个奶油好像要的是纯动物奶油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不亏爱巧克力心人 冲冲 但是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一个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银心花环 黄油棒蛋糕 我很喜欢吃棒蛋糕 虽然我也就吃了一次 特别的好看 我以前以前刷首页的时候 刷到的有人去吃了这个 它这个是可以放常温的蛋糕 上面是一层白巧克力 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 加一 加二 没有什么是比筷子更方便的了 里面有葡萄干和可可脆 这个白巧克力 我感觉它的质地是有点腻的 稍微的咬一下就化在嘴巴里了 然后磅蛋糕的话它的油味会比较重 就比较像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湿润的蛋糕 还可以我挺喜欢的 甜度的话稍微有点高 不爱吃甜的就不要来吃这个 这样一个是19块8 这两个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偏向这个一点 两款都是属于不太出彩 但是呢味道是属于良好的水平 中规中矩的 不用特地来尝试 但是看到的话想买也不会让你失望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新品 桂花酒酿风味慕斯蛋糕 试一试 这个好像是个糯米团子 哇 它好黏啊 它介于团子和水马蜀之间 也是呆呆的 但是口感要更加湿润一些 然后下面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 是蛋糕体 只有一点点是慕斯 酒酿味道我感觉第一口还有点的 但后来在嘴里的话 会被蛋糕味给掩盖掉 相比较前两款它不是很甜 喝一口饮料 它的边缘慕斯含量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闭上眼睛让我品尝的话 感觉更像是一款芝士蛋糕 没有说给我特别重特别重的惊喜感 毕竟它们是电力店甜品一样 我们应该给它一点包容度 妈妈 现在吃完回家啦 果然这种短途出行电瓶车 就是最方便的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给你们一键三连 小期视频再见 拜拜